2018年双十一,过去半个月了,成绩也都出来了。 天猫是2135亿,京东是1598亿,苏宁一个是148亿,国美在线是110亿,拼多多是94亿,网易套拉是43亿。 这大概是参加双十一个大电商平台的成绩。 但实际上,有一家公司双十一一天成交了65.5亿,它不是电商平台,也不是品牌吧? 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电商代员银公司保存电商。 65.5亿的成交额,超过网易套拉,堪称是一个电商小巨头。 根据保存电商提供的喜报,全王总成交额,达到了65.5亿,同比增长31%。 旗下代理了160多个品牌的店铺运营,其中,MIKE天猫店成交破10亿,连续数年稳居托一。 菲利普,松下,ZAA,华为等超过15个品牌店铺成交额破亿,12个品牌店铺破5000万,37个品牌店铺破1000万。 可以说是大获全胜,再创新高。 保存电商是中国最大的电商服务公司,占据26%的市场份额,代理运营的品牌超过160个,以国际品牌为主。 2015年,保存电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,阿里巴巴是其第一大股东。 2017年,保存电商交易总额之MV为191.12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70%,总净营收为41.49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22%,净利润为2.09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140亿。 也就是说,保存电商是一家增长非常迅速而且赚钱的电商的公司。 低调的清华财粉,转型做电商耐过保存的创始人是筹文银,很是低调。 1992,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,毕业后再供职于HP、SEN和NCR等国际高科技公司。 2000年,筹文银创立了一家供应链管理软件的公司。 在此期间积累了不少客户,比如强生、菲利浦、奈克等等,这为他后面做电商单运营奠定了基础。 2007年,筹文银创立保存电商,菲利浦成为了公司的第一个客户。 当时正是电商快速发展的阶段,流量红利还很大,凭借着努力。 到2010年,菲利浦通过保存的平台,年销售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。 菲利浦的成功为保存电商树立了一个样板。 而当时,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国际大品牌,对于如何接触中国庞大的网购消费者,如何把商品顺利送上门,也均缺发经验。 而如果独立从头去建立这样一套销售渠道,耗费的资金和精力可想而知。 由此,保存电商成为了很多国际品牌的首选。 有了菲利浦的成功,保存电商服务的客户就越来越多。 保存先后与三库轮数码、小家电、服装、化妆品、快销品、建策产品等六大行业的160多个品牌,建立了合作。 客户包括Nike、微软中国、施耐德、星巴克、Zaya、Zaya、宗夏、Coach、Barberry、CK等国际品牌,也有B&B、华为、红豆等国内品牌。 第一家上市的电商贷运营公司,阿里士奇最大股东保存电商发展的今日,已经不亚于一家中型的电商平台了。 在2016年,保存GMV总额就突破百亿。 当然,这一切优秀成绩的背后,除了自身的努力,也不乏有一个好爸爸,保存电商的快速发展,得到了阿里巴巴的青睐。 2010年,阿里巴巴就写3270万人民币入贡保存,成为A轮投资者,此后,先后又投了B轮、Z轮,一跃超过创世人筹文宾,成为第一大股东。 在保存的发展历程中,阿里巴巴除了资本上的扶持之外,也无其他更多的支持,细节上无从得知。 但保存那几年发展极其迅速,GMV迅速提升,2012-2017年均负荷增长率67.3%,增速比国内第三大电商,每品会高20个百分点,发展速度比每品会还快。 2018年GMV,预计将超过270亿元人民币。 我们都知道腾讯是一个好爸爸,投资的电商平台京东,拼多多,蘑菇街,微品会等等,要钱给钱,要流量就流量,可以说是谁的亲近所有来扶持,这些平台也挺争气,发展得不错。 通比来说,宝尊的爸爸是阿里巴巴,淘宝天猫难道没有流量和活动资源方面的倾斜和扶持吗? 想必肯定是有的,一百有十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选择和宝尊合作,其中的原因之一,不也是看中了宝尊的阿里巴巴背景吗? 一句话,在电商领域创业,赵的好爸爸很重要。 2015年,宝尊电商实现盈利,并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,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电商代运营公司。 目前,阿里巴巴持有15.6%的股权,几百分之9.1%的投票权,是第一大股东。 软银持有11.8%的股权,几百分之6.9%的投票权,是第二大股东。 创始人丑文兵持有百分之6.4%的股权,拥有百分之33%的投票权。 保存电商怎么赚钱的? 保存电商目前有二种服务模式。 一种是经销模式,一种是服务模式。 经销模式就是类似于线下的经销商模式。 自建仓库,拥有商品所有权,自己发货,自己运营店铺,管理订单。 经销模式下,保存所赚取的收入是经销差价,属于重资产运营,毛利率长期维持在10%左右。 服务模式就是没有商品所有权,只提供店铺运营,操控物流等服务,收取服务费,属于新资产模式。 目前,保存电商以经销模式为主,虽然属于重机产模式,但是更掌握主动权,发展起来更快。 截至2017年底,保存或运营11个物流仓,和机仓储面积28万平米,每天可处理订单170万单。 这绝对不亚于一家中型的电商平台,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,保存电商的头部效应会越来越明显,更多的品牌将会选择与其合作。 2017年,平均搭品牌GMV搭1.2亿元人民币,平均每个品牌商客户每保存带来,2749万元人民币收入。 保存电商的团队实力不容小觑,在阿里巴巴的加持下,未来几年的GMV将继续增长。 或许会有更多的品牌选择和保存合作,会不会有一天,天猫淘宝上一半的店铺,都是阿里巴巴自己家的公司在运营? 那这就有点弹强者欲强的发展态势,似乎在哪个行业都一样,只能说各大品牌加油。 感谢观看